好一点半来看看台股的表现 那么台股在早盘的时候大跌 很多投资人都说啊气溜溜啊 但在这个尾盘的时候呢 持续的往上拉 目前的集中加权股价呢 是上涨80点的 还没有收最后一盘了 那么很多人很关心 那么今天的盘面要做怎么样的一个观察 那我们要连线的呢 就是非常多头的好朋友了 孙庆龙 庆龙好 英芬姐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哇今天的盘面算是蛮惊险的 你怎么看呢 其实我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就跟大家提醒嘛 其实在接下来过年嘛 那明年的农历的生肖年是虎年 所以我们的操作的一个定调啊 就是不入虎穴淹得虎子 这就是我在2022年的时候 整个投资的一个节奏的一个定调 因为今年2022年 基隆市场一定会有非常多的大动荡 尤其真的是内外夹击啦 那看到联准会现在目前的这个鹰派 其实是蛮抬头的 应该这段时间应该 尤其我们接下来两天后就要封关了 在这段时间应该会有蛮大的一些讯息会出来 那这个都可能会导致资本市场的一个波动加大 那这个联准会的动向其实也反映在上周 其实美股的一个走势就蛮明显的 美股其实就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下跌 所以还造成今天台股在从应该从2月 应该说最近的一些股价的表现 从1月18号的最高点18575 然后一路跌到了今天的最低点 其实曾经有来到17682 就短短的5个交易日台股就跌掉了893点 那会也甚至在盘中也跌破了万八的一个关卡 所以让很多台股投资人会对未来的行情有一些疑虑 但是我刚才有特别提到 今年的投资的节奏就是不入虎穴 言得虎子 就是每每出现大幅回档的时候 其实都是投资人可以去进场捡便宜的好时机 那我首先先来讲 就是美股的下跌 其实对台股来讲确实是会有些影响 但是影响的程度不会这么大 是因为你不需要去思考那个美股下跌的 它的一个背景是什么 第一个美国这一波的这个下跌 其实是科技类股 那斯达克跌比较多 那先前我跟大家讲说 其实当联储回档 我们要启动升息 其实很多资本市场 在先前这种水涨船高的这些效益 会慢慢的退去 在水涨船高的资本的这种市场 会退去的情况之下 那种本益比偏高的 都会进行比较大幅的修正 那像在先前 其实我特别提到 像纳斯达克的本益比 其实一度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来到30倍 那台股现在目前本益比 也只有大概在14到15倍之间 所以我们本身 其实我们的这个本益比的 这个部分 其实就比美股便宜非常多 那纳斯达克最近修正蛮多 但是本益比都也还落在25倍以上 所以其实跟台股这种14倍15倍的本益比来讲的话 就我们本身 其实台股在全球的资本市场中 其实我们本身就具有这种物美价廉的条件 就是价格的部分相对较好 那另外一部分 当然就是由我们的护国神山群 这边护着 那当然今天盘面就很明显 就是台股一开盘的时候 虽然有下刹到17682 但是马上我们的护国神山 台积电甚至这个联发科 甚至我们的鸿海 都扮演起这种吻盘的一个效果 那像台积电今天甚至还逆势的上涨 最后收在653 所以带动了整个大盘 水平本跌破了万八 慢慢的拉到最后是收在收涨89点的一个位置 所以其实这很明显就看到 就是当台股在下跌的时候 其实很明显就会有市场就会有一股力道 去承接台股的一些好公司的买盘 那当然这些好公司他们不会乱买 一定是今年的业绩展望很好 像台积电在前两周的法说会 就明白的告诉大家 今年的营收的成长目标 就是25%到29% 所以有这么强劲的成长的力道 甚至台湾的台股中的营收往鸿海 他们在上个礼拜的这个尾牙的时候 也表示说今年的第一季是从来没有的忘过 就是他们很多的厂区 他们过年只放两天假 所以其实春节加班这件事情 其实意思就是代表了公司的业绩 订单好到不需得多发一些加班费 也要请员工来公司加班 这就是代表公司的业绩的展望是非常的好 所以我们看到其实不管台积电的展望这么好 鸿海的展望这么好 那另外还有个总体经济的像外销订单 上个礼拜我们也公布了台湾的外销订单 12月份的外销订单是来到了679亿美金 这个不仅优于预期 这是创下历年来最高的一个水位 年增率也来到了12.1% 所以连续22个月都是正成长的情况之下 然后去年的整体的外销订单的总金额 是来到6740亿元 这个已经是历史新高的水准 而且是创下2005年以来最大的增幅 所以这个就可以看出台湾现在目前的基本面 真的是非常的好 在这么好的情况之下 就会造成市场中有任何的风吹草动 那这个风吹草动可能是升息的因素 有可能是疫情的因素 也有可能是我不知道过年期间还会有什么因素 搞不好我们在台股封关期间 对岸的老共这三不五十来讲什么话 导致大家会人心惶惶 但是大家不用怕 其实我们台股有非常好的基本面的结构 在这个基本面的架构中 会带着我们这些台股的这些 应该说指数会慢慢的持续的走升 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今年的投资定调一定要抓好 因为我觉得这个周末我收到一些投资人的讯息 他们很害怕 说我手上有台积电要不要停损 我想说为什么要停损台积电这种事情 就是很多人在看待股市 好像有可能出现风吹草动的时候 大家会因为害怕亏损 而这种心态 而导致你可能想要卖股票 那通常其实你在这种 如果你是买的好公司 你把这些好的股票给卖掉之后 那甚至是砍在阿呆股的价格中 你最后都会后悔 因为台股的这种强劲的基本面 他都会支持任何一家好公司 出现大幅回档的时候 他都会出现报复性的反弹 那我觉得今天排名中就有看到这样子的现象 了解了解 好 非常谢谢庆隆 跟大家做的提醒跟分析 先祝你新年快乐了 新年快乐 拜拜 拜拜 谢谢 好 我们看到今天 加权股价指数已经收盘了 今天看到台积电真的是力手越线的 然后其实今天鸿海 他就也讲了 还有子公司 这个那个红白的停工 其实对公司营运 其实没有很大的一个影响的 好 我们看到今天加权股价指数 收17,989.04点 上涨89.74点 今天正式开低走高 拉了300点 成交金额是2633.75亿元 我们先休息一下 进一下广告 好 欢迎欢迎理财收活通 那么欢迎一下我们的好朋友 今天股市大涨89点 真的让他洗刷园区 欢迎一下我们的谷海观察家 张鸿昌 张大帅 大帅好 主持人 各位听众大家好 累秦 哎 杓傑开了这个 这个开场音乐 我们都必须要摇起来 你事先知道吗 我不知道 他从来不会告诉我的 对啊 他每次跟我哭哭哭哭的 他从来也不会告诉我 他只有跟我说 提醒一下 那个大帅要戴一下耳机 所以他怎么哭哭哭哭 我们都不知道 今天这个我觉得不错 很有过年的味道 有有有 先跟大家拜个早年 祝大家虎年 旺旺来 新年快乐 然后呢 苦苦生风 来 我想叫你念一下 这是我的朋友 他做那个纸品包装的 他今天做那个甜点给我 然后来 你来念一下 我觉得好难念 来 福虎生风 你那好好哦 福虎生风 说台语我就没效了 我每次都跟人家讲说 你干脆就念 福虎生风算了 你要念福虎生风 十个男生 我觉得这九个都念 福虎生风 福虎生风 福虎啊 对 这很可爱啊 所以你念的还不错 对啊 我有个朋友说 今天要不要穿个虎纹的大衣 进来 但我找不到的这种衣服 我跟你讲 我其实 我在元旦那附近 我去逛街的时候 我有看到一件 就是有绣 那个一只老虎的 绣的真的很漂亮 真的哦 然后上面还写 虎虎生风 然后我就想说 我要买这一件 因为那个 那个属虎的 然后我儿子在跟我说 妈 你应该买一个虎姑婆的 或是母老虎的 就后来我问了价钱以后 我就默默放回去了 你知道那一件T恤多少钱吗 T恤 T恤 对 多少钱你知道吗 听你这样这么惊讶 应该就是算万 快两万 真的啊 你看费用叠下来了 所以我就给它默默放回去了 对 然后我会想说 有没有人可以帮我修一只老虎 母老虎 伤人很会赚机会才 对 而且你念的俯虎生风 念的好好哦 谢谢 哎呀好好哦 谢谢 因为你考我 我跟你讲 其实我们节目当中 当然我们有run down 所以你看我们资料都一堆 可是对于那个开始的桥段 或是要问你的问题 通常都不会先say好的 对 我跟你讲 你还好 初月中老师每次都说 好 韵芬姐 我问你一个问题 我都好紧张 我要学他 下次我要准备一个问题 问你 然后我就会 然后他还说 你答对了 完全是老师的样子 我是想我如果答错怎么办啊 我们要尊重他的职业病 好 我们就要跟大家聊 王雪红啊 先聊投资 对 先看看投资吧 你这个投资今年这样子 你先搭bonus讲一段吧 当时你的朋友孙庆龙 我其实不太分析 去分析行情 但是我会讲一些我自己的想法 其实年初的时候 你就会看出短 你好像有点不太行 你看到垃圾盘 台积电在上涨 但是其他股票 下跌加速一直都比较多 都果不其他 尤其是OTC指数 就一直往下掉 所以你会发现说 其实那个涨的是有点虚 果不其他没多久 美股开始重挫 台股会跟着大跌 甚至破万八 现在我就想说 接下来就是看 因为去年的区间 就是一万六到一万八之间 看这个区间 是不是还是回到这个区间 来做整理 因为今年的的确 我们上次的节目 也没有提到 今年的变数非常多 尤其是通膨 然后联准会为了赶快打压通膨 他去年一直没有动作 去年一直没有动作 然后今年就急行军 要打压通膨 我最近读到一本书 它里面有一句话 我就讲得非常好 我最近读了一本书 叫主席先生 作者就是福尔克 就是在葛林斯班前面 那个联准会主席 他出了那本自传 我就把它拿来看 他讲了一句话 我觉得非常好 他说政治压力 常让联准会 对于早期的通货膨胀 抱持的犹豫不决的态度 有没有 就去年那个鲍尔 他就对通膨 就一直在延后延后 福克尔是一个很严格的人 对啊 他还有很多法案 都是他那个 他的名字 对他的名字 对对对 而且他任内遇到 美国最大的通膨 对对对 石油危机通膨 他把利率一口气升到20% 那时候被骂翻了 他很多政治压力 或是外在压力 市场压力 还有人去连整会抗议 举牌抗议 他都承受下来的 他就提高利率来压制通膨 所以他透露这个现象 而且他后面加一句话 以前是这样子 现在也是这样 所以政治压力 一直对联准会 是有影响力的 所以去年呢 我们的白宫 拜登啊 可能对他 对联准会希望说 继续维持鸽牌 然后让他连任之后呢 他接下来转移 在转移的时候 有点来不及 最近那个乌克兰 不是又有一点战争 是啊 一触即发嘛 那如果真的打起来的话 又会引爆油价上涨 跟通膨的压力 所以这今年的变动因素 真的蛮多的 所以大家 今年就应该是 就没有去年那么的 那么的好操作了 但是今年如果跌下来的话 我就开始要进场 对 今年如果大跌的话 大家都知道嘛 我去年是相对 对啊 你去年算是保守啊 对 不要保守 那我很多现金是留在手上 那顶多就是操作一些 那我们股票就短线进出 我那几张而已 几张而已 没有啦 你后面零都不用讲 几张而已 你后面的零都不用讲 没有没有 那个是我大压的时候 那我小玩都是几张而已啦 哦 是啊 过过 怎么套都套不出来啊 没有 好 那我要讲的就是说 我这两年的一个感触 大概记得前年的时候 不是因为疫情 跌下八千多点吗 那时候不是 那时候我就买了一档 就是汽车股嘛 大概记得玉龙 那时候我来买的时候 很多人都阻止我说 还会在跌啦 八千年就不是跌点啦 对对对 那去年的很多关的时候 也有很多人反过来这样讲 跟你讲 玉龙就是你买起来的啦 你要敢说 没有 我们先休息一下 进一小广告 待会继续再聊 好 我们持续跟大帅来聊 这两年的心得 你可以帮我们浓缩一下 好 浓缩一下 其实这两年 有点三分浓的感觉 前年就是这样子嘛 但去年的时候 其实非常的大家都知道 那我就有朋友问我说 那这个擦鞋统理论 怎么擦那么久 我都对啊 那个鞋子都已经擦破了 但是忘记来没下 但是我觉得那个 所谓的全民接股的那个时代 还是会有下来一天啊 像年初就这一波就下来 那我就看到 有些人就是 其实就是套牢嘛 因为年初的时候 做一个突破的动作 然后就很多人其实套牢 我看网络上看很多人套牢 但有些人就全身而退 比如说过年 他想要卖一些股票 所以就留现金 就相对安全 但是今天 现在来看的话 今年相会相对比较震荡嘛 所以我觉得说 今年可以差不多保守一点 除非大跌 像我自己是大跌的时候 我就会开始进场 像上次节目 我就提到我很多是放 资金是放定存嘛 那等到随时下来的时候 我就大跌 那我做的就比较长 如果我买金的话 可能就把我摆这一两年 这样子 好 那这个选股的方向呢 选股的方向 还是有后攻了吗 有文章是选股 你有后攻了吗 今年只有两个类股上涨 我稍微看一下 第一个半导体 第二个金融嘛 那其他其实有很多类股 在去年的时候 其实早就在上半年 或是在大概第三季的时候 做头下来 就是稍微做头下来 那那些个股的话 其实有下来 可是我会做一些测试 比如说它下来之后 第一个要做整理 然后第二个 在现在遇到大跌的时候 其实我非常开心 为什么 因为我的自选股呢 在这些大跌情况之下 它到底有没有人在接 我就会去观察 如果确定有人在接的话 我就会进场 我就会去买 如果它大反正跌的时候 它跌的还更凶的话 那表示我觉得底部还没到 我就不会进场 我就继续观察下去 所以你现在是看金融股吗 没有没有没有 金融股 没有没有 看一些船厂 跟一些电动追降官 那船厂看什么呢 坚持不透露 年后会跟大家透露 好吧 现在在观察中 好 大家就要锁定一下我们节目了 所以我们刚才 我们就希望能够赢金虎 但是也要看看 如果下跌 对于长线投资人来讲 才是一个机会了 对 好 那我们来聊聊这个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王雪红 他真的很厉害 为什么 你看商界的名言说 生子当如张宗模 生女当如王雪红 我如果生一个张宗模 生一个王雪红 我们的假十辈子 因为一个是拳王 一个是古王 对 一个是古王制造机 一个是拳王 像台积电是拳王 所以如果有这个 有这样的儿子跟女儿的话 你全家 我大概十代吃不完 真的 真的 王雪红是一个很特别的人 其实我觉得王雪红的 他是另外一个感觉 但是你会觉得说 他跟上次我们谈的 一个王冲人一样 对古民来讲是又爱又恨 那就可能恨来稍微多一点点 因为一没有起来 立基店 立金到后来还有个立基店 你只要死报了不放 还会赚钱 但是呢 他的两个古王 譬如说威胜跟宏达电 其实到现在为止 算最近有稍微上涨 譬如说威胜神经 今年突破一百 之前源于宇宙概念股 有突破一百块 那宏达电也上去 但是你离高点还非常非常远 那个还没办法解套 所以大家可能稍微恨 会稍微多一点 但我觉得王雪红这个人 其实是蛮特别的一个人 我今天跟大家讲 我今天讲王雪红 会讲几个关键字 大家稍微记一下 第一个就是所谓的大众电脑 如果没有大众电脑的话 其实就没有威胜跟宏达电 这是非常重要 他姐姐王雪玲 第二个关键字就是2 今天这个2的数字 今天会非常多 2 2非常多 那第三个关键字呢 我今天也会提到很多 叫男人 他跟男人非常多的纠葛 你这样讲 你这样讲 你这样讲是有言语病 他跟很多男人 他的对手 两个大男人 对不对 他的伙伴也都是男人 那当然啊 不然呢 他老公也是男人 不然呢 不然呢 所以第三个关键字就是男人 所以今天串接了整个三个关键词 就这三个 你好会铺梗 以后标题给你下好了 好 那王雪红 其实是 我们都知道 她是王永庆的女儿 而且是二访的第三个女儿 王雪红 那很多人 很多人其实认识 对他印象深刻 是因为买他的股票都赔钱 你看我们今天 有一些听众在留言 就说 这个很多人 他就讲比较负面 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 因为投资人 如果 对 而且像我一个朋友 他其实非常的爱过 他当时就是坚持一定要用HTC 然后也买HTC的股票什么的 但最后只换的 对 我昨天都听到了 包括威胜 我有一个朋友 一个朋友也是威胜 那时候他不太懂股票 但是他去参加投资老师的会员 投资老师在600块以上 叫他买威胜 买完之后他整个赔光光 赔光光 你看他赔光光 他一直在讲这个是要咬牙切齿 另外呢 我也认识一个市场的老先爵 他也是从1000多块的时候 一直看好红岛店 因为他觉得台湾有这种 自我品牌应该值得支持 他参入一些他自己的 那个情感因素 就一路一直套 一路一直套 所以我们听到周围 不管是没有参与股票 不同股票的 也赔 跟他股票赔钱 有经验的 也跟他股票赔钱 所以就知道说 真的很多人 对他印象就是赔钱 不过说实在的 从王永庆老先生开始讲起的话 他这么多子女当中 他有九个子女 他其实有讲过 他很喜欢的 其实就是王雪红 他说他自己最像他 对他觉得王雪红的子女里面 就是最像王永庆 这是所谓的台数老成 就这样形容 但是我们待会会提到说 王雪红有一点也不像他 而且这一点是他的致命伤 那王永庆认为说 那个王雪红最像他是因为 他经营事业非常的好 非常的好 像他 你刚才子女里面最有成就 大概就是王雪红 那王永庆其实有红人集团 但后来不是经营的 非常的好 那王雪红一开始 其实不是要做企业家 他是一个女孩子 他有点 他从小被训练说 他学音乐 像我女儿也在学音乐 学跳舞 那他也是学音乐 他一开始去美国读书的时候 他还报了音乐系 哇 音乐系不简单 对对 他也进去了 他也进去了 结果他发现他是一个蠢材 不是一个天才 他不是一个作曲的人 我曾经看过一个节目中 周杰仁然后两个音符 三个音符就做一首歌了 对对 周杰仁就厉害 那他是进去的发现不太行 他就转系到经济系去 也转的太那个了吧 后来他就觉得这个比较符合他 然后没错 这比较符合他个性 其实我们觉得读大学 像我跟小孩子讲 读大学就符合你的个性 符合个性 那时候读经济系统 他整个就开窍 原来他对商 专业这个部分 他是有天分的 你看他这一辈子以来 不太重视穿着 但是他对创业是非常有兴趣的 非常有兴趣 所以他读经济系统就读对了 那读经济系统毕业的时候 他曾经王永庆都会安排子女 说是不是进台数磨练一下 他不到一个月就落跑了 这待不住啊 他不到一个月落跑 后来就跑去他姐姐王雪凌 就是所谓的大众店 那边去做业务 对那时候是他姐姐跟姐夫 简明人嘛 简明人 简懂 他在大学的时候 认识他第一任老公 叫欧永熙 那个欧是区别的区 可是他姓氏念欧 欧永熙 你连这都查出来了 当然我要查 万一我念错了 听众也觉得又纠正我 可是我们只知道 那个成文企业都不知道 你真的有帮我们查到 认真查一些资料 好我们待会来讲 第一个关键字就是讲到大众电脑 这个很重要 那二到底是什么 我也很好奇 不过我们广播的话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那么进一下广告 两点继续回来谈 直播还是持续进行的 好这里上来Radio中央流行网 欢迎再回到 理财生活通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现场 我们现场的特别来宾 就是我们的古海观察家 张鸿昌张大帅 好我们也要持续的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王雪红的故事 好这个有人说 那个张大帅躲过了唱歌 但我们是不会放过他的 来日方长 我们一定会好好设计一下 让他能够至少唱一下歌 后面的广告都不要太长 好我们要跟大家聊 这个大众电脑了 对对对 其实讲到音乐 其实我刚提到 王雪红其实也蛮喜欢 两个作曲家 一个是肖邦 一个是莫扎特 我自己的手机铃声 也是莫扎特 你这么有气质 我装气质 但是我的手机铃声 是土耳其进行去 所以我就跟莫扎特有关 所以我这一点 跟王雪红还蛮搭的 对就这一点 你硬要跟他 可上一下关系是不是 好我们回到正题 就是王雪红去进入 大众电脑 对他后面 酝酿两个股份 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个 他在大众电脑那时候 在不像台湾 不是后来那么弱了 我们后来有很多 比如说后来接触股票 可能觉得大众是一个二流股票 三线股票 但是在早期的大众电脑 其实台湾主机板 出货第一名的 不是华硕 也不是微信 也不是即将 那时候第一名的时候 也是大众电脑 那时候是不可一世 甚至比宏基华硕都还有名 那时候他进去 他姐姐 他离开台数 不到一个月离开台数 他去那个 他姐姐那边 王雪红那边去服务 然后就做业务 跑全 跑那个全球业务的 那时候呢 就是因为主机板呢 里面有三个东西很重要 一个是CPU 就是Intel在做那个 一个D-RAM 一个就是晶片组 他那时候呢 就常常跟一家公司 常常进晶片组 叫做在美国的成立 叫做新邦 有没有看到这个邦制呢 他其实就是华邦总投资 里面有两个灵魂能物呢 一个叫做陈文奇 哇塞 第一类接触 第一眼接触 那个欧我们就不太认识 但是这个陈文奇 我们就认识了 然后后来第二个就林子木 也就是说陈文奇的大学同学 林子木是一个天才 一个电器台 他是一个天才 据说他那时候的数学好 到老师都不看标准答案 要改其他同学的考卷的时候 都拿林子木的答卷 来改其他同学的答案 所以你就知道他数学多厉害 因为他是状元 他考第一名进去的 那时候是陈文奇 所以他常常就是跟他们 进所谓的晶片组 在做晶片组 那时候还有进晶片组 是华硕 所以华硕跟大众 常常就跟这家公司 新邦进晶片组 所以王雪隆就认识了陈文奇 王雪隆有一个 你能说他的一个习惯 或者口头语 就说他每次遇到一个天才 或遇到很厉害的人 他常说 如果你要离开公司 告诉我 以后我们一起创业 所以口头产 他后来跟着火土也是这样讲 如果你要离开的话 记得来找我 我们一起来创业 他喜欢讲的口头产 所以就看到 他看得是非常准的 所以他看到陈文奇 跟林子墓的能力是非常强 那是不是也因为他很有钱 所以他创业的时候 也是爸爸给钱吗 对 他不敢跟王文庆要钱 你知道王文庆对子女都是 在美国读书的时候 都要写信回去报告 怎么花钱的 谁敢这样子 后来他连买一只牙膏 买一只牙刷 都要跟爸爸报告说 我什么时候买一只牙膏 花了多少钱 天啊 有没有买贵 天啊 后来不敢跟那个 跟那个 他爸爸要钱吗 后来呢 那个新邦这家公司呢 就内斗 所以他陈文奇 这部分就离开了 他们就离开了 离开之后呢 王雪红看到这个机会 那时候呢 王雪红在挖角 华硕也在挖角 因为他们都跟他进晶片组 万一你离开了就不行了 后来王雪红说服了他们 出来一起创业 那时候刚好矽谷的 有一家公司叫VIA 就是博士生的英武名称 就刚好要凸售 他就用500万 跟他妈妈借了500万 来买了这一家 跟妈妈借 对因为他不敢跟爸爸要 我刚刚说过 跟爸爸要还要写报告 还要支出明细 都要列给他 所以不敢跟王雪红一样 他就跟妈妈要了500万 而且就用房子抵押了 500万去买了VIA 后来叫VIA 刚刚英文名字叫VIA 现在一直在用VIA 再加英文名称 他就买了VIA 后来就跟所谓的陈文奇 就一起创业 那么创业 我刚刚说不是说一个关键词 叫大众电脑吗 他们成立了VIA 你觉得那时候的晶片土公司 有将近100家 那时候很竞争 创业竞争非常厉害 所以他那时候有一个 叫大客户叫做大众电脑 对 所以没有大众电脑的话 哪有后面的VIA 对 那时候陈文奇 也看准了一个趋势 这个趋势在现在来看 是非常正确 第一个 他发现台湾的主机板出货量 在全球越来越重要 他就开始把VIA 从矽谷移到台湾来 就近观察 一些科技的趋势的变化 第二个呢 他就很早就看清楚说 那个IDM公司 就所谓的晶片 跟所谓的设计 它是要分开的 所以他就提到说 他就提到说 他应该回台湾 去找晶圆代工 他找晶圆代工 所以他那时候 就开始委托台积电代工 大家记得 有一家另外一家公司 叫代号2363的系统 他那时候 就是自己要盖晶圆墙 后来就亏损 就经营没那么好 那时候陈文奇 很早就看到这个趋势 IC设计 跟所谓的晶圆代工 应该要分开 所以他说 回台湾就有这些准备 那时候我在跑 那个 这个威胜的时候 我还写过一个新闻 就是小虾米 对抗大晶圆 他当时要对抗的 其实是Intel 那时候叫格洛夫 对 他这么小的一家公司 可是他已经有发誓 说他对抗的 就是Intel 对 那时候 就我自己有说 他那时候晶片组 开始淘汰之后 那时候本来我刚刚讲说 将近一百家 那后来就 因为我刚刚讲到 他做些旧电 回到台湾 还有所谓的cost down 成本比别人低 后来全球就竞争不到十家 不到十家之后 他就开始 开始很少 很少整个市场 就引起了Intel的注意 就刚刚 玉芬姐讲的 引起了Intel的注意 他最重要最重要 就是在PCE33 这个晶片组的时候 那时候 因为Intel出了一个瑕疵 就很少前军 所以那时候Intel 那个威芬的整个业绩 就开始大起飞 那时候 他还被Intel告 对 第一次 Intel告两次 我今天不是讲 关键只有很多二吗 他被Intel告两次 第一次就这个东西 但是Intel败诉 Intel败诉 所以他继续卖 所以那时候威芬 就整个开始上市 登陆股网 就是因为那时候 Intel的晶片组出现瑕疵 但是到2001年的时候 那个Intel出 那个新的CPU 叫P4 P4的时候 那时候 威芬也乘生追击 在推出新的晶片组 那时候Intel就学聪明了 就告第二次 而且不但告第二次 还联合其他厂商 你如果谁敢用 威芬的晶片组的话 我就不会出货给 所以第二次就比较狠 狠狠 那葛洛夫这个人 大家知道 他讲了一句名言 为偏执者 偏执者才可以生存 所以他这个就狠狠 所以威芬在这一次 打击之下 就整个业绩突然就狂蟹 跟后面宏达电其实很像 然后那个 他整个业绩就狂蟹 一直打到什么 2003年 2001年到2003年 双方和解 可是那一年 威芬就出现亏损 就出现一个亏损了 可是那个所谓的业绩 也就回不来了 因为客户都 他的客户都不敢再买 他的晶片 就怕被告 所以那时候威芬就开始 一绝不振 一绝不振 然后威芬那时候 开始下来的时候 很多人就套劳 因为他下跌速度非常快 你看王雪红的公司在下跌 一旦下来的速度是非常快 但他上去很快 到五六百块 五六百多块 六百多块 但他下来的时候 当年度 六百多块 当年度下来的时候 就已经剩一百块 到2003年的时候 已经剩四十块了 你根本是 你觉得股票已经跌五层了 跌不到了 赶快进去 结果再跌五层给你看 这就是 不要去剪刀子 就是这样子的道理 如果一个趋势 已经结束的时候 所以那时候 2013年开股东会的时候 那个小股东还可以容忍 就说 你被英特有告 实在是没有办法 所以很多人就说 在股东会那个现场 所以很多人还说 没关系 我们再加码摊平 我们支持经营团队 好感人 那时候公司就说 我们要互盘 要摆库藏股 到2014年的时候 小股东已经受不了了 2014年 这个是一个很经典的 一个股东会 那时候 那个师爷就说 我们那个 因为 因为种种原因 锁度出现亏损 之后还没念完 开始有股东就发言说 怎么这种数字 你总经营怎么当的 就开始骂陈文奇 然后接下来另外一个人说 我已经买到快要自杀了 那个股东 我就非常 炮火非常的强烈 大家已经受不了了 因为那时候已经剩30块 那个股价已经受不了 从600多块套到30块 一台车都不见了 这个受不了了 对 然后最后 最经典最经典就说 你身为玩我亲的女儿 你怎么会经营成这样子 那时候听说王雪文 已经踩点眼泪掉下来了 因为被骂得很惨 听说这件事情 我忘了是这件事 还是红达店 反正王永庆先生 有把他们叫来骂 说干笑戏 就是这件事情 股东会开完之后 整个新闻就爆炸了 因为这是 你要记者有种很嗜血 看到这么激烈的冲突画面 立刻画面就算不能带到 文字也要带到 他就立刻 就把这个事情放大 当天隔没多久 王永庆又找他们 去开午餐会 跟爸爸吃饭 加午餐会 王永庆就问他说 到底怎么回事 怎么会经营成这样子 然后就骂他 后来王永庆又接受媒体的财 因为媒体都会去赌 那个王永庆 然后就问他说 这个情况 王永庆让 这个经营的情况 很多股东在抱怨 他爸爸也不留情面 就说 他们让股东赔钱 我们在唱人 他讲到台语 对 而且还讲了这个 更小就有事 好 我们持续跟大帅来聊 就是说 那个王永庆先生 真的是一个 这很严格的父亲 王永庆自己有讲过 他说 他爸爸从来没有赞美过子女的 没有赞美过小孩的 对 所以那一次午餐会之后 后来王永庆 那边对媒体也是说 他觉得 那时候大众电脑也跌得很惨 他说王永庆跟王永庆 都在唱人 唱股东的钱 他说也讲得很狠吧 他讲得很狠 他还讲说 他们现在都不敢 他们现在都不敢赌到我 看着我都跑得像飞了一样 那我许后来有讲 回应他父亲的时候 有讲过 他说他每次跟他爸爸讲话 都在正经为主 不敢翘二郎腿 不敢随便 不像我们现在小孩子 对父母都不会这样 没大没小 对 所以你知道 那时候王永庆对外发言 媒体在问的时候 他也是不留情面 不会因为自己的女儿 就留情面 所以那时候也是骂很凶 那知道嘛 你知道投资王永庆的公司 跟投资王永庆公司差在哪里 他说王永庆公司就是暴冲 但是又暴跌 对 对存股的人 你一定是受重伤 而且应该就回不来 但是王永庆的公司台数四宝 你只要是存股 稳稳的报 你存股一定会有大赚钱 包括他的老陈 一些老陈都是长期持有台数的 集团的股票 后来都是非常高的身价退休了 所以两个差别 就是父母 那个父亲跟女儿的 那个经营事业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刚一开始有提到说 经营 那个王永庆很像王永庆 但是呢 也不完全像 这一点经营方面就不像了 对对对 就经营公司一个是树化 一个是科技方面 都不太一样了 好 所以你看 威胜从股王 然后后来到全额交割股 这个历程真的是 我想 威胜在让小股东痛心的 就是在2012年的时候赔8块 2014年变全额交割股 2015年呢 2015年的时候 那时候已经股价剩4块 那时候的股东会 股东就说 我不会再相信你讲的话 他就跟陈文琦这样讲 对对 如果那时候是最低点 刚好威胜最低点 所以投资人最悲观的时候 刚好是最低点 好 然后呢 你说王选龙厉不厉害呢 这个威胜当过股王 接下来宏达店 也当过股王 他真的就是一个股王制造机 对 宏达店大家就比较 后面的投资人就比较了解 你看宏达店 他也是跟两个男人的关系 讲话一点 跟两个男人 你这样子会 我真紧张 我今天不是跟你讲关键字吗 二 我今天不是跟你讲 连关键字吗 二跟男人 他说跟男人 对手是男人 包括那个刚格洛夫也是男人 而且是外国男人 所以你听你讲话 一定要听我解释 你知道吗 对 我们要搭配一下 搭配一下 不然我们就被关机了 对 那个他遇到两个嘛 就是一个灼火土 一个是周有名 周有名 我想很多人比较知道 对 那第一个灼火土 他是技术很强的人 就像刚刚讲威胜 威胜那个所谓的林子木 那灼火土也是技术能力非常强 我先提一下 宏达店为什么英文名字叫HTC呢 其实就是灼火土的英文名字 你就知道多重要了 所以火土就是HTC嘛 那个佐就是C嘛 所以HTC 就是这个人的名字 你就知道这个灼火土 在王玺雄那时候多重要了 所以你看王玺雄真的 很无量的啦 对啊 他不会英文名字叫薛峰嘛 对不对 对 对啊 那这是叫HTC嘛 那HTC呢 就是灼火土的英文名字 那灼火土那时候多重要 他那时候在迪吉多 迪吉多电脑那时候也很大的意义 后来也被变入COMBO COMBO又变入HP嘛 那迪吉多那时候是在台 还蛮大一个电脑公司 在美国还蛮大的电脑公司 那时候呢 灼火土在这个迪吉多里面呢 他拿到一个叫资深顾问工程师 这名字听起来没什么 资深顾问工程师 会跟迪吉多所有的员工里面 这个有这个头衔的不到20个 他是台湾唯一一个 你就知道技术多好了 厉害了 对啊 他是非常专业技术人 所以那时候呢 王玺雄又提出他口头厂了 如果你要离开迪吉多 记得再找我啊 我们一起来创业啊 好棒啊 这句话一定要学起来 对对对 你又要到处跟他讲 年轻人 你看到年轻人有潜力 就说以后离开后来找我啊 我们一起来创业 对 你要讲这个话 你就以后搞不好压到骨啊 对对 所以后来呢 那个索博图呢 后来的确 有一次就跟上面的意见不合之后 就离开了 他离开之后 也不好意思打给王玺雄 他先去系统 刚刚我们提到的系统 代号2363 可是呢 他没被重用 那后来就想到王玺雄 来一句话 口头长 记得来找我 所以他就打电话给那个王玺雄 就说 我一接到索博图的电话 就说知道他离开了 而且离开一年多了 因为中间有去换其他工作 立刻很开心 说我们立刻约 立刻约见面 你看他就讲真的 他的口头长是讲真的 你立刻来找我 他就立刻跟他约 就开始谈那个所谓的创业 那时候就没有提到说 他们发现那时候的PDA 我还买过那个PDA 你有买过吗 我也用过 我也用过 就类似随身秘书 就叫个人助理 什么助理 大家还记得吗 如果年纪稍微长一点的 像我们一样长 不用讲长一点 也不用讲大一点 也不用讲老一点 银法 银法是你 不要扯到我 我已经有银法 那大家记得 那时候最流行的PDA 有个品牌叫PAM PAM P-A-L-A 有没有 配容一脸迷糊一样 他中年轻 他是中年轻吗 没有他没有经历过 我们才有胖 我们有胖 对那时候还黑白 他瘦我们胖 那时候胖 那时候我们 胖很有名 他都说全球的PDA 大概90%都是胖的 那时候胖非常非常 就像现在苹果的地位一样 而且更高 而且更高 所以那时候PDA是一个趋势 所以那时候就看到说 他们觉得一个手持装置 包括PDA这东西 将来是一个明星产业 那我小时候觉得说 他每次背个notebook 出去外面都觉得很重 因为女孩子 所以他觉得需要一个 掌上型的装置 所以他就开始 觉得说可以去创业 做个PDA的东西 所以他们那时候就开始 做一个PDA 那时候 你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 时间到了 对啊 你没看的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欢迎回来 理财生活通 我是向云芬 在我旁边的就是我们的 古海观察家张大帅 好 我们刚刚有跟大家聊到了 这个着火土用这个HTC 就是代表他很重要 技术方面非常重要 也很尊重他 然后那个 那时候他们要创业的 看到一个趋势没有错 手持专制 PDA 对 那时候左脱又去挖 低级多的公司的人 后来就挖到周又铭 周又铭 周又铭就后来 记得那个所谓的执行长 一个灵魂人物 因为左脱后来身体不好 你知道他很拼 左脱听说他在做研发 做那个研究的时候 他除了睡觉以外都在 留在公司内 然后曾经什么 睡早 睡觉帮助睡早 然后跌到倒铁里面去 你知道他对技术 多么着迷了一个人 所以他那时候呢 就开始要做 所谓手持专制 可是现在从什么开始呢 我就觉得 王许鸿的八字不错 语气也很好 那时候Windows 就微软 发表了一个 手持专制的软体 我们刚刚提到说 PAM很厉害 但是微软也想切入 他发表一个WIN系 一个软体 想找台商合作 还台湾合作 因为你知道台湾的厉害地方 就是他很会cost down 很会那个做制造 所以那时候就找到 王学宏 为什么 因为王学宏那时候 还代表大众电脑 所以他那时候 你看大众电脑又来了 有大众电脑 他有后面的Wayson 有后面的宏达电 那就找 希望一起合作 所谓的 请台商做一个 那个所谓硬体方面的 然后软体的部分 就有微软的WIN系 搭配 那时候的宏达电 整个就开始 一关刚成立没有多久 人数也没有多少 但是他们技术底子很好 你看那个刚讲 着火图 他们不到大概半点的时间 就开发第一部展示机 而且被比尔盖茨 拿在所谓的科技展 上面展示 这是广告 而且还有代言人 还代表到技术能力也到位 所以他们开始就是 在WIN系这部分 就开始 做出一个成绩的 而且到后来 到二最鼎盛的时候 那个WIN系所发表的 所出货的 那个所谓的硬体装置 每一五台有四台 是HTC做的 就是所谓宏达电 你就知道WIN系 这部分是靠宏达电 把它发扬光大 可是当然到后来 那个所谓的 那个WIN系 还是没有像胖 这么厉害 因为胖大时候 一直维持一个市占率 比较高 那WIN系 WIN系还是相对比较弱 但是对宏达电 这个小公司来讲 很补了 那时候宏达电 就跟那个所谓的 开始还是做代工 不是像后来 后来做品牌 他那时候帮康博 康博这个品牌 做代工 一个PDA 叫IPAQ IPAQ 不是IPAQ 是IPAQ 这一台我就用过 我还买过 那时候我还记得 买一万块左右 一台大概一万块左右 一万多还是一万块 那时候随身民说 那时候就做 他那时候帮他做代工 就站稳了 所谓的宏达电 第一桶金 这部分的IPAQ 帮他代工 后来他也在做 手机智慧手机了 这时候郭董的角色又出来了 郭董到哪里都有角色 那时候康博就认为说 宏达电还小 他希望说 有些零组件 是宏达电来代工 所以那时候就安排了 所谓的宏达电 跟郭董见面 那时候郭董 开了两个条件 第一个 我要入股 入股部分的宏达电 五份 然后第二个 我们代工 代工临组件部分 由我来负责 那时候祖国土非常心动 他就说 我这样有资金 因为那时候一开始 宏达电没有赚钱 那时候宏达电要进来 郭董有资金要进来 其实王喜宏一看 谈了之后 他们两个约在远期 见面 一谈 觉得说 不太妙 他担心说 到后来宏达电 可能就变成国家军了 后来他就拒绝了 拒绝之后 看到后来宏达电变古王 我们的郭董 常常在会议上就提到说 早之后就把宏达电 整个买下来 但是 郭董还是没有买到 他错失了古王 他说这个古王 因为那时候 王喜宏拒绝他的资金 他拒绝他的资金 所以后来就有这个插曲 他说 iPad是他们所谓 奠定的第一桶金的 一个 机会 一个垫脚石 接下来 祖国土那时候 身体就不好了 我们刚刚提到 因为那么拼了人 他后来就有开刀 李斯林的时候 就交给下一个 接班 就是周永敏 周永敏就是一个 很转型的人物 他发现 你做PDA 没有什么好的 还可以再进一步 我们来加一点东西 好不好 来加点通讯 就是可以打手机 那这就变成PDA手机 那就是一个 我们现在是用 Smartphone的一个 过渡的一个产品 那我就加一个 通讯的功能 他有一次 跟一个英国电信聊天 说发现 对方有这种想法 因为那时候呢 我们已经有那个 电信已经升级到GPS了 已经开始有个 网路上网的功能了 但是很多人 还在用传统手机 所以呢 电信公司觉得 无用武之地 就网路外已经开出来 但是大家没有用 所以那时候 他们英国电信 也打算做这个 做这个PDA手机 说一拍即合 所以宏达店 迎来的第二个 第二个成长 就是所谓的 他跟电信公司 做一个双品牌 做PDA手机 他帮那个英国电信 做所谓的 后来宏达店 这个也开发出来 有通讯功能的 有通讯功能的 那时候明基还畅想 明基也跳出来了 明基跳 那时候明基 做那个功能性 手机做非常好 那时候还畅想说 哎呀 宏达店要做PDA手机 加通讯 那个我们不做而已 我们一做 你就没有火的机会了 明基这样讲 所以那时候 那个 那时候 但是宏达店 后来真的把 PDA加通讯的功能 给做出来了 而且给英国电信 那时候 他们双方谈成一个合约 谈得非常条件非常好 包括要帮他出研发费 然后包量的 包量的 后来在电信 英国电信打开之后 连欧洲请他电信公司的通路 他也打开了 所以宏达店就迎来 第二次的成长机会 对啊 其实我给你讲 我早年 在国外的时候 你看到Acer的广告 你会觉得很感动 就是台湾品牌 对 可是后来 你知道吗 我在俄罗斯 我在一些 就是比较 对 有看到HTC 我给你眼泪都快出来了 真的 后来 你后来就是说 Acer他在美洲 美国 然后在欧洲都有 可是HTC打入了 欧洲的市场 所以你就觉得 你在国外你看不到国旗 可是你看到台湾的品牌 你觉得那种超感动的 对 其实我们在出国 去旅游的时候 看到自己的品牌 你也会 对 我们打到国际了 而且是品牌 不是代工 对 是品牌 像其实我们看到很多 那种不可是挂国际品牌 但其实是台湾人做的 那个没办法 很深的感动 但是你看到品牌 你会感动 像HTC这个就是 HTC那时候的 就因为跟电信合作 就开启他们第二次的成长轨迹 我们来提英国电信的数据 他那时候做一个PTA手机 可以上网之后 他们本来客户的月租费 大概25欧元 就一开始有上网功能之后 每个客户就变成76欧元 就知道贡献多大了 所以有人用上网的手机 对电信公司是很补的 好 那当然要讲一个残酷的事实 他也从古王的神坛摔下来 他那时候古王最高也是有1000多块 1300 1300 两次 两次 你看1300 但是也下来了 对 对 也下来 我觉得这一段 他下来的关键是什么 好像也是一堆 第二个男人出现了 有这 第一个男人会出现贾博斯 对 好 这第二个男人出现了 好像就是有被一些专利的诉讼 然后就一路被打下来了 我们待会聊这个元宇宙概念 会不会再起死回生 我们先休息一下 进一下广告 好 我们持续跟大帅聊之前 刚刚我们看到比较新的资讯 就是从1月25号 就明天开始到2月7号 全国还是维持这个二级的警戒 本来很多人 我们刚才新闻还在讨论说 会不会升三级 因为看起来是有点风声鹤唳 很紧张 所以现在还是维持二级的警戒 但是还是要维持加强戴口罩 这些防疫措施 好 那另外就是有人讲 有人用黑金刚加康博的 黑金刚我有看过 那时候我副职辈 我不知道有没有用 你不要这样讲 我都很想讲说我用过 你用过 还要我先讲 你副职辈都讲出来 你很高分 那时候报社有配 而且你知道吗 它有这么大一支 然后还要配一个 很重 那不是配给 那配给摄影 那当然我们跟摄影一组 所以我们就有一台黑金刚 黑金刚拿起来要很重 而且平常在室内的时候 你要把它摆在外面 你才会听到铃声 才会听到铃声 不然在室内收不到讯号 然后那时候不知道 我们用这种行动的 像我们的手机 不知道行动装置 然后有国外的人讲说 奇怪了 台湾人真奇怪 吃饭之前要先把牌位放好 再拜拜再吃 后来拍片那个黑道 都用这个 对对对 很好玩 好 我们赶快跟大家讲一下吧 他这个从1300块钱的神坛叠下来 他第一次当国王 就刚刚我们讲PDA手机 其实黄许雄的一生 就做那个红杂电一生 就等于台湾的通讯室了 你研究他的经营事业历史 那那是第一次当国王 在1220块 那时候是因为做PDA手机 第二波高点1300块 就是因为所谓的智慧型手机 大家耳熟人想阿福机 有没有 英雄机钻石机 对对对 然后后面什么M系列 现在U系列很多 那时候我还用过 对你有用过 对我用过 但是我觉得还真的有过热问题 我那时候用的时候 觉得比较容易发热 那个他那时候手机 智慧型手机 也创造第二波高峰 但是你知道 他威胁到一个人的地位 就所谓的 那时候Apple已经出iPhone了 那时候他很少千军 因为那时候 他如果开发 那个Android阵营的 Android的手机的时候 他那个英雄机 卖得非常好 因为那时候 红杂电开始 大倒所谓行销费用 所以那时候 还被一个英国杂志 通讯杂志 最大通讯杂志 放到封面 那个英雄机 都是No.1的手机 所以那个英雄机 他都卖得很好之后 整个开始 就有一些媒体就说 宏达电HTC 这个品牌 从二线变一线了 所以贾博士就开始 受到威胁 他那时候 我开始威胁 然后就开始告 贾博士告宏达电 其实宏达电 是带最高粱 为什么 因为贾博士非常地痛恨 他一辈子最痛恨的 一个东西 叫做Angel 他非常痛恨Google的 就打不死他 不是 因为他之前那个 那个Google的 那个执行长 史密特 曾经把他当做好朋友 而且让他进董事会 结果他在开发 那个iPhone iOS的时候 没想到 那个Google 在偷偷 偷偷研发 那个所谓Angel 所以他后来发现 这个真相之后 他非常痛恨 如果你有去看 贾博士制作 我自己有自己想看 他的语次就非常痛恨 他说我 我这一辈子 一定要摧毁Angel 而且我要花光 苹果 苹果账上 所有的现金 就是要告 告那个Angel 这个Google 这个真意 要多痛恨 他就觉得被剽窃 他非常的痛恨 那那时候呢 宏达电是Angel 阵营销售 销售最好的一个手机 所以他就开始告 他就 就是 宏达电 带最高氧 他直接告那个宏达电 但宏达电 没办法进驻 美国销售 那时候宏达电 他资源有限 他资源有限 人家有钱 对不对 要告你也有律师 而且其实贾伯斯跟葛洛夫 就Intel跟之前Intel一样 告他两次 第一次贾伯斯告他的时候 是因为那所谓的多普达 你知道宏达电之前 品牌叫多普达 那时候在亚太地区销售 他那时候觉得多普达的DOPOD 后面那个名字DOPOD 很像iPod IPOD 名字相似 就告他 那一次当然没有成功 但是第二次呢 就是这个手机 所以也是二 二就是这个数字 那苹果 那个贾伯斯也是告两次 第二次就卡关了 就让他整个手机的销售 整个下滑 那个手机下滑 那时候台湾的出口呢 很大部分都仰赖 所谓HTC手机 那时候连续五个月衰退 有一次2012年的8月份 有一次我们的央行总裁呢 在接受利润的咨询的时候 就有立委问他说 我们台湾出口一直衰退 到底怎么回事 那个我们彭总裁就讲说 因为我们HTC出口量衰退 哎呦 连那时候经济部长也出来讲说 请大家救救HTC 所以就知道说 那HTC对台湾的出口的影响有多大 他那时候也登上股 那年的EPS 大概又赚到七个股本 七个股本 但是因为被苹果上一告的时候呢 他就整个一泄千里 跟微生的情况一样 对啊 然后他国家下来了 那也卖掉啦 对啊 那时候呢 跌下来之后 股东又崩溃了 因为微生一次了嘛 第二次股本就崩溃了 到后来股东崩溃的时候呢 有一次就有一个媒体呢 就痛骂王雪红就说 你对股东最好道歉 就是卖掉HTC 这就是后来就在讲 因为你已经经营不好了 所以干脆就不要再管了HTC 后来他当然没有卖了 最后他把手机事业卖掉 他就Google了嘛 那时候那一年还获利 就一直亏钱的 那一年卖掉Google之后 卖11亿美元 才那一年大幅的转亏为盈 不然也还是一路赔钱 到现在还在赔钱嘛 那就是你看 第一个当然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你有诉讼这些智慧财产权的一个诉讼 第二个就是要打官司 要钱 要人 还要要市场 这是关键 第三个我们想要讨论一下 就是说现在元宇宙 可以让宏达电翻身吗 如果你简单的说 你刚才先来看 他讨论的概念 现在还是等于体材概念 其实王雪红 我觉得他适合当创投 当投资家 但不适合当经营者 我们开始揭露 我们一开始讲的重点 他看得到趋势 他可以看到趋势 所以王雪红去投资什么公司 我们可以去参考 这就是王雪红 你当一个投资人时候 你可以注意王雪红投资什么 但是我这样一路听来 我觉得有一个关键点 真的要脚底抹油 跑快一点 你哪 卡吧 你就完蛋了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不好 待会分享更多 好 我们要持续跟大帅来聊一聊 因为第一个 能不能靠元宇宙翻身 第二个就是说 像对于王雪红 他这样的一个公司 以后应该怎么样的判断 我们就有王雪红的故事 我们可以 第一个他就是 他是一个很厉害的投资家 你要看对 包括什么 那个微信 晶片组 然后还有宏达电的手机 他都看很早 所以这个东西的趋势 我们去将来可以注意一下 就是说 他在投资什么样的 一个新产业的时候 这方面可能将来一个 很重要的产业 成功太快 曾经很多员工就有提到 就说 他们那个人数 员工人数都突然暴冲 每天都有人报到 而且报到都好多的人 就管理都不出问题 所以宏达电跟微信 后来都是因为成功太快 管理出问题 才会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现在回复到 我第一段我提到的 王雪红后来很遗憾 他觉得很可惜 就说 为什么他在台数 只待不到一个月就走了 他说他当初如果在台数 再待久一点 好好学学他爸爸的管理学 他现在就不会让微信 跟黄达电 从高空陨落这样子 所以他后来很后悔说 他没有好好待在台数 学好管理 但是我跟你讲 他熬不住了 他的个性觉得熬不住 我曾经有去参观过 那很久了 那非常久 我刚跑记者没多少年的时候 我去吃过那个三娘的 那个台数牛小排 跟着那个报社的主管去 然后我们去参观工厂的时候 我跟你讲 连那个王永庆先生 你知道吗 连那个他们传统产业的生产线上 连一根头发都不会有的 对 他看到有头发 他就把它剪起来 王永庆 对 非常严格 我以前就拜法一个台商 他也是这样子 他连那个哨帚摆的角度 都要规定 我的哨帚摆角度 太厉害了 所以这个管理真的是 没感 所以王雪红后来就会影响 说他没有在台数待久一点 一开始就投入 他姐姐那边打中电 所以他就没有好好把这套管理学学好 他事后说他事后也拿起 他爸爸常常在读书的时候写信给他 他爸爸写信给他 他说谈什么呢 谈公司发生什么事情 他说他那时候年轻的时候看不懂 后来来看 他发现原来很多智慧 管理的智慧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包括微信跟宏达电 都已经暴冲之后下来 所以我最后给大家就是要一个启示 从王雪红后来学到什么启示 如果你在投资一家股票 一家公司的股票的时候 他成长性非常高的时候 当然你要很开心 因为他股价一定冲很快 但你要注意 他是不是后面有一点管理的问题 因为你知道吗 一个公司突然从一个规模 比如说不到百人 或不到几十人 突然暴冲到几千人几万人公司的时候 他一定会出问题 所以王雪红给我们的公司 给我们的经验就是说 如果公司从小规模突然变很大的时候 股价暴冲完之后 你千万别有留恋 你一定要逢高就卖股票 如果以后有这种公司 营收一直成长很快 逢高就卖 对 我早期遇到一个太阳冷公司 我不要讲哪一家 这个老板我还蛮尊敬 他就很厉害 他说他当时太阳冷很热 他不要一次进好多机台 他每个月进一点点机台 一点点机台 他为什么呢 他可以让公司的每个月营收都创新高 就股价就慢慢涨 慢慢涨 你看这个老板聪不聪明 对 那这个老板呢 后来就 本来介入一家电器公司 后来就下台了 对 所以这个老板 他的经营就比较厉害 他懂得说 慢慢的让公司成长不要爆充 对 那看完这样子的话 对于未来这些想象空间 要比较谨慎跟小心一点 对 那元宇宙你的看法也是保守 我是如果元宇宙跟电动车来选的话 我也比较偏好与现电动车 因为元宇宙我觉得还是处于一个概念 包括那个平台跟一个软体的一个还没有统一的标准 那这个部分呢 他现在还是 红达丁还是出 我稍微来的时候 我有查一下 红达丁就出那些机器 大概就是那个ARVR那个机器 那我觉得这个生态还有待 有待那个确定 那电动车这个趋势是非常确定 而且将来是慢到量产 以台商来讲的话 电动车 对台商来讲的话 他能够做大量生产的动作 绝对有这个要力 对 不过电动车这个体验不要 那元宇宙呢 他可以做题材 就是投机的样子 但是炒上去的时候千万不要 因为公司很多还在亏损 那像这次这波元宇宙上来的时候 不但红达店长 威胜长 连一些王雪红投资的公司 你说建达 立位 这些跟元宇宙没有相关的公息也大涨 但就是投机嘛 现在都打回 就慢慢打回元宇宙嘛 所以投机的方面你要小心 要小心那个元宇宙 因为都还是讨体财嘛 获利贡献还看不到 这个大家都要特别注意一下 真的真的 而且我觉得 不管是 就是这好像是世界一个 通则 也就是说 大国就是制定规格 也制定游戏的规则 所以你想想看 一定是美国制定元宇宙要怎么走 怎么走 你说台湾你要来制定 手机的规格 智慧型手机 那太难了 对根本打不过 那我们只能看到里面 我们能够做什么 ARV 能够做这些零组件 这是有机会的 你像马斯克都不认同了 马斯克不是讲说 谁会去整天 打个疯子带一个 带在那边 也是啊 我也不愿意啊 所以我想还有更困难的方法 可以修根 那以我现在来讲 因为我投资 我比较偏投资 我不太会投机 因为我觉得投机 我买投机的股票 我会睡不着 晚上会睡不着 我会觉得它没有 它没有获利的一个 一个基石 那我觉得说 我买了之后 我会抱不稳 但是如果买一些 比较获利的 有获利的提债 而且成熟 可以放大 稳定成长的公司的话 我比较抱得住 所以你是为了要睡得着 对对 古白虎票一定要睡得着 睡不着 你买它 你会怕 对不对 今天台湾这个 王雪红 真的让大家对于他 真的有不同的一个 一个看法 从他个性上 然后从他的几次 古王 两次古王制造机 然后到走下神坛 对对对 诸多那个 对 然后王雪红本身是 是很信教的 对 但很信教 他13岁受洗 他因为他为了信教 是因为他爷爷 王长庚 长庚音乐 那个长庚 对对对 影响 那他说是第一代的 那个基督徒 所以他信教的 那连开股东会 都说要先请牧师 先祷告 对对对 我去过啊 对对对 对啊 所以 所以我觉得说 像接下来投资人 如果要投资的话 第一个 我觉得像我投资 到后来 我觉得企业主很重要 如果你觉得买他的股票 你不安心的话 企业主 你可以买更稳健 譬如说我们刚刚讲的 王雪宏和王永庆的公司 如果你觉得 你比较适合 王永庆的公司的时候 你应该就是买 类似王永庆的公司 类似啦 因为王永庆先都不在了 对对对 类似这样的公司 我都类似这样的公司 可是如果你觉得 你个性心脏比较强 暴冲 喜欢暴冲公司 就大概王雪宏的公司 但是你要可能要做一些 适时的停一停手的动作 会比较安全一点 对啦 特别是这几年当中 大家都很喜欢存股 存股 你不要去存到 暴冲的股票 但是你可以存到 稳健成长的股票 会比较好一点 不过有人讲 所有电子股都不适合 存股 长期的存股 对对对 因为产品的更新非常快 对啦 那如果稳健的一些 一些传传股 或是一些低档的金融股的话 我就觉得比较适合存股 哦好 我今天确定 你不能够讲三个小时了 因为我已经看到 秀源大台已经来了 哈哈哈哈 今天非常谢谢 我们的古海观察家 张鸿昌张大帅 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了 谢谢大帅啊 好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